一層一層的就是電池 就是電池炸掉了 劉先生秀出自己的iPhone 上下殼分家 中間電池炸到變千層酥 其他零件也燒到歐媽媽 凌晨兩點 兩點 五點起來摸手機的時候就融掉了 劉先生還排一下 手機爆炸後 房間的慘況 手機放在這邊 放在這邊充電 那我翻身起來摸手機的時候 發現手機很燙 所以我順勢把手機丟到 回來在這裡 我的枕頭 兩個都溶掉了 那原廠線都在這裡 完全沒有壞掉的 燒掉的痕跡 睡到一半iPhone自爆 劉先生嚇壞了 他的手機兩年多前 在電信門市 用續約綁手機的方式 賣了這支iPhone 6S 大約一年多前 有到通訊行 換過一次電池 但劉先生說 他用的都是原廠充電線 怎麼會爆炸 插著充電 一直在使用 甚至掛著在玩遊戲 在下載東西 在看追劇的話 這樣子常態 連續使用的話 電池膨脹 爆炸風險會比較高 達人補充 手機電池膨脹 不管是原廠 副廠都有可能發生 不過爆炸或自燃前 手機出現下列徵兆 就要小心 一堆鋰電池 用平式就看得出 電池表面突出 或是密合的機體 出現縫隙 都要小心 電池可能已經故障 比方90% 再使用它瞬間會掉到30% 或者關機 關機之後再重新開機 又回到90% 這顆電池就是故障了 其他專家也說 最好不要將手機 放在潮濕環境 或邊充電邊使用 讓電池過熱 才是手機長壽秘訣 TBS新聞江俊彥的微星台中報導